交通部、大部、毛部長、收屬各位官員 一位的媒體先進 主席可不可以請部長 部長請 部長好 一個新的會期開始 大家都很認真的在問政 也在新春期間也跟大家拜個年 祝大家 這嶄新的一年 從年頭好到年尾 大家都秉爛順利 然後好好的來推動政務 讓我們中華民國口運昌榮 我想請教一下 在今年嘉義市 元宵節的燈會 然後昨天 一個正式的畫上圓滿的句點 那麼在中間當然有一點瑕疵 有就是說 所謂的煙火糖渣等等 有一點小瑕疵 當然我也注意這個活動的整個過程 那我們的賴機長也好 嘉義市的黃市長等等 都在一個當下的時間點裡面 馬上就做緊急的處理 也到每個商者的去探望 好像持續了好幾次 那這個過程 昨天我也去了 對我知道 那這個部分 也對這個我們交通部 部長及賴系長等有關的單位 能夠做緊急的處理 在這個時間點裡面 讓民眾感受到你們的這個用心 表示肯定 那但是我是覺得說 事情發生了 那往後 我們還是一直在持續的 要辦這些的業務 那後續的部分 有沒有做一些有效的檢討 甚至於就這些廠商 有沒有要求 就事後賠償啦 如何的責任的提清 我想這個部分 對於往後的這個一個 辦燈會 我想有很重要的意義 尤其燈會 在這次我也去看了 而且我去的自己 還有縣長 我們劉縣長 也帶著議會 從開幕閉幕到中間 都去了幾趟 那表示他也有強烈的企圖心 希望能夠這個明年 突年的這個所謂台灣燈會 再苗栗 讓我們也能夠表示一下 我們苗栗 確實有這個實力 我不曉得部長 就針對這兩個問題 您怎麼看 我想針對安全部分 當然就是說 也謝謝委員肯定 我們這個 發生這樣的意外 我們是盡量把善後的工作盡量做好 那現在所幸就是 大概都沒有大礙 那這個這是第一點 第二點呢 就是說為了確保有了安全 那麼觀光局他們已經檢討 將來在主燈的那個位置 我們大概避免再去放這個煙火 因為那 那終究是在一個群眾當中 那這種情形 總會有意外的這種機率在那邊 我們就要避免這種這種發生的可能性 是 那第二個 第二個部分 我講的重點是第二個部分 明年的燈會 我們苗栗有機會嗎 我想觀光局大概 大概基本上的原則 基本的原則就是這樣 不管哪個縣市來辦 觀光局一定全力支持他們 支援他們 然後做技術的指導 然後這個 以及規劃等等這方面 以及幫幫他們來檢查 那麼整個計畫的周延程度 對啊 我印象中啊 我也陪 呃 劉縣長也去拜會 呃 我們的 呃 交通部 以及有關單位 那他也 真的是有很強烈的企圖心 幾次的評比下來啊 他都都信心滿滿 那明年 呃 他也是 呃 有做很很大的一個準備 尤其他的配合款的部分 都已經 呃 這個我們的縣議會啊 也也強烈的 呃 來表達這個支持的意思 所以他們 縣議會也跑去 呃 嘉義去參訪 等等啊 表示我們苗栗縣 真的有這個實力 有這個企圖心 那我想這個部分 其實我覺得啊 呃 就像 奧林匹克 就像任何一個 呃 什麼全中用等等 當你 閉幕的時候 應該要宣誓 下一屆 明年 換哪個單位來承辦 然後他才有充裕的時間 去張 去裁開 去爭取更多的 這個一個經費 甚至於到 呃 去各地去取金 然後才會把燈會 真正的 落實成為一個 國際級的一個活動 我想這個部分 是我想這個 我們同意啦 事實上我們今年也是因為這個原因 所以我們提早來做 來做這個 有關的評審 等到定案的時候 我想我們 絕對會來支持啊 對 對入選的縣市 來全力協助他 儘快來推動這個 有關的籌備工作 部長有沒有時間表 我們儘快啦 我想可能就是不久啦 我們回來會來做個選擇 不久 所謂的不久是年底 還是 不會不會 對我想我們 我們會儘快 好因為這個部分啊 苗栗的 有些鄉鎮長 他也是謀刀破破 非常了解啦 這個苗栗企圖性很強 是 拜託 謝謝部長 當然就是前一陣子啊 這個高雄的這個一個 大地震 造成的高鐵的這個一個 整個腳步都錯亂了 那這個部分啊 幸好整個這個 安全的自動系統啊 能夠斷電 然後及時的殺出車子 當然有些的這個 軌道的磨損啊 出軌然後電車 這個受損等等 當然這也是不幸中的大幸 但是我覺得 是不是有還有更大的 這個改善的空間 因為過去我從 交通委員會啊 也是待了很久 就針對這個部分啊 我們目前 這個高鐵這一塊 好像有三個點 是屬於這個一個 這個地震的斷層帶 包括我們苗栗的 吞子角 嘉義的梅山 台南的鮮化等 這個斷層的部分 我們是不是有 有加強的這個必要 還有這個 我們當然 這個問題發生了以後 如何讓這些車輛的接駁 能夠更加順暢 不會說 臨時抱佛腳 很多的部分啊 災害的應變 等等 如何 在這個 不影響這些 搭乘高鐵的 這些乘客 旅客的一個權益 的情況之下 做有效的這個 疏導 我想這個很重要 所以我想這個部分 尤其 像我也問過 你現在 因為 台南的這個地震 出軌了以後 糟糕 你要往北的 或是往南的 因為這一段 來停掉 沒有辦法去派車 那麼 就我所知道 你現在有這個 所謂的轉運站的部分 或者維修站 也只有高雄 台中跟台北 三個站 那其他的 小站的話 可能就沒有 這麼大的空間 也沒有這麼維修的 一個機制 這些統統 我想 是不是部長 也要要求 這個 主管機關 對台灣高鐵公司 沿你如何縮短著 這個 煞車啦 還有這個 距離等等 做有效的防範 還有其他的部分 能夠做得到的 盡量以 乘客的這個 一個安全 還有民眾的這個 生命財產的 做個有效的一個 長治久安的規劃 是 報偉 我想這個 您剛剛提到就是說 高鐵沿線的一些斷層帶等等 那個事實上 高鐵 我的了解它在921 地震之後 它全面性的 針對它的土木的這個標準 跟機電系什麼 抗災能力 事實上當時做過非常大幅度的 一個修正 所以呢 就是說在這個 所以在這一次來講的話 它在這個 有關的這種 這個土木方面的這些 結構等等 都沒有問題 那現在大概就是說 像剛剛講過 針對這個 地震的反應等等 這一方面的技術 那麼是不是 還有更新的技術 可以採取 那我想像這些 我剛剛也已經報告過 我已經折成高鐵局 他們要跟台高公司方面 大家進一步來探討這個問題 儘快來做出一些 這個這方面的一些分析 那另外當然是值得去 進一步檢討 很明顯需要改善的 就是它的應變 就是說 這個測試機站停下來以後 你可以用多快的速度 來做個判定說 這些乘客要讓它下車 然後要讓它來做這個 其它的輸運 我想這一部分 我們也已經折成這個高鐵局 要求台高公司 來檢討這個問題 而且歐董事長 他也對外也宣布過 那這一部分 那事實上有很大的改善空間 那當然就是說 我們交通部整體的一個 一個因應的話 就是我們像台鐵的加開 左營跟烏日的這個列車 以及我們空運方面 我們趕快來這個 開這個加班機等等 我想像這些應該也可以 也已經達到一定的這個 對後續的一些這個反應 這個來達到個互補的效果 好 我看今天啊 陸海空的這個 交通的主管都到了 那針對 這次 這個青春期間 高速公路塞車的部分 您自己感覺到 滿不滿意 就有關這個乘客 我想這樣說了 這個事實上我們相關的單位 有在做這個意見的調查 那麼我的了解 好像得出來的數字 大概是百分之七十 七十五以上吧 這個 百分之七十七的民眾 大概對於我們 春節疏運 特別是高速公路這一部分 表示可以接受了 表示滿意了 那意思還有很大的努力的空間 這個永遠有努力空間 這個永遠沒完沒了 那導師說 我是先就所知道的說 希望在一百零一年的時候 我們高速公路 改為繼承收費的方式 也就是他不 一百零二年 一百零二年 一百零二年一月 一百零二年一月 一塊 沒有那個數字 但是我想現在不準 還不準 現在不準 現在這個 談這個問題還維持過程 我想這個部分 也是具體的建議部長 能夠就有效的來做一個整合 不要想到哪一些 我們還有點時間 最後面 到時候大家都很辛苦 對對對 我們還有點時間 來為你們的 這個 民眾很能夠接受的 這個一個政策 來背書 這樣就不好 非常謝謝委員提醒 我們感謝部裡面的 所謂的一個公平正義的原則 使用者付費 本來就應該的 但是您的政策 能夠讓民眾感受到 大部分 了解了解 現在還有點時間 一百零二年後還有點時間 來處理這個問題 至於說 我們的這個 貨櫃的部分 很多的 我們好像一直在萎縮 從台北的 這個貨櫃港口 儲運中心 到這個高雄 等等 很多的貨櫃碼頭 合約到了 就不租了 那麼 然後又還有新的 這個貨櫃碼頭 在 在 在 要 要 新建啟用 那麼光 台北的這個部分 使用力不到四成 如何去因應這些 新建 又有著舊碼頭的閒置 又不合約的 陸續的增加的部分 我想這個部分 可能我們交通部 要跟經濟部 或有關單位 來做 一個 延商 你處理這個 既定的政策 讓我們 再次的回復這個 一個港口的 一個營運的機制 那這個真的很重要 是 謝謝委員提醒了 我想 從海運的角度來講 我會認為就是在未來的幾年 大概會是我們台灣海運的一個轉型期 一方面當然我們的貨量 從過去大量需要用港口的這種 這種貨種 變成說很多事情要改成空運的等等 這是整個經濟轉型 然後另外一方面當然也是跟我們 整個的這個 這個兩岸關係的持續的發展也有關係 我們將來怎麼樣就是說這個 能夠有效的把台灣 我們就是朝價值的方向來發展 而不是從 從量的方向來發展 像這些需要一段轉型 然後另外一方面呢 我們過去在海港方面 相對來講大概 相關的改善投資也比較少 所以我們相對的競爭力也比較差 所以 基本上我們一方面要發展市場 一方面改善硬體設施 這個會是 需要齊頭並肩的一件事情 我們現在可以講 積極在這邊做這個事情 謝謝部長 最後一點 大部分一分鐘 我覺得 這個 我們最近 這個人事大異動 包括我們公路總局的那個 林局長都請示 公路總局真的是一個非常重要的一個 業務單位 希望能夠派一個 真正的能夠做事情 而且能夠這個EQ 能夠滿足全省 這個公務系統 公路監理等業務的人 要不然我們的陳次長會過勞死 各位沒有信心 我非常簡單報告 我想這個公路局是非常重要一個單位 那我們現在請陳次長去 我現在交給他的任務 就是說希望他利用他 不會太久了 我們希望他再兼任這個局長的時間 也順便對公路局做一個診斷 就是對他的工程業務 對他的監理業務等等 就是看看從我們交通部的高度 從次長的高度看看 有什麼需要我們進一步改善的 等於說開個診斷書 然後我們將來就是有新的局長去的時候 那我們可以 就是說有從內部 反映出來一些看法 我們可以來要求 大概是這樣 我們會盡快處理這個問題 你那個不會太久 不要變成口頭慘 不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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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徐薇 接著我們